你晓得呀 晓得呀 你看我爸爸那么熟 今天过节我还以为没得生 结果都把准备的食材全部都买完了 所以说不要接到放假了就没得人了 其实放假我感觉更好一点 你去贵宫里面放什么 拿我的红包 你拿红包干什么 所以你们吃饭今天过节 你们今天有口服了 人家好好把红包都拿出来请你们吃饭 没听错吧 他请我们吃大餐他拿他的钱了 这是我过年过的红包钱 你真的晓得把你的红包钱拿来请开 今天这么大方 这里面也好的嘛够不够吃一顿饭了嘛 耶 够了嘛 你晓得呀 晓得呀 你看我爸爸那么熟 你看嘛 他最主要是请你吃饭 他是不是太瘦了 看你儿子他都想你瘦的 他都晓得把他的四方钱拿来请你吃饭 请你吃嘛去咯 你说看看你的四方钱到哪里 你看这个玩意最不像 问他四方钱到哪里他都不说 还是那大小声些哈 爸爸你想吃啥子 你快点想一想 今天晚上吃啥子 在你儿子去可以 那就吃那个牛肉烤的煮的豆 看嘛 真把红包拿出来的 你今天真的要去吃 嗯 你还是可以嘛 两个儿子长了来请我们吃饭 我瞬间就不吃了 今天晚上在仓宴太火了 去哪一家都是做满的 我们只有排队 看啊这豆都出来就看谁了 到时候都在看 待会你来500块钱不够怎么办 找你借 找我借 嗯 你看嘛我们来玩了 煮的牛肉都没对了 现在只有切的牛肉 这个半个下是终于我们的位置了 说的是我们好吃吗 那还是国家 你看吧我们都很热气的 我先去打调料了 点了一个菌汤锅 我们都可以吃 最主要是妈可以吃 我来先把肉烤起 这是好好的醉啊 可以每次去吃的话可以吃两个 来烤点牛肉 这是我们老板的薯条 这是我们家大老板醉啊 你看这个人 谁说要请我们吃饭 怕怕成本高了 你看自己点的薯条都给吃了 豆腐 菠菜 葱瓜 我想吃 帮你们尝一下味道 嗯 好吃 你今天多吃点 想不想的 你儿子都吃了就瘦了 我好感动哦 努力吃哦 你孙子男的请你吃一顿饭 我都吃了 我吃了多少了 千万不要客气 你们两个最有这个吃了 因为你们都瘦了 你请开 你吃时间吃了 你请开你不吃了 还要吃 你怕你蛋的馋不够吗 不是 妈你快点吃 我少吃点的 他怕他带的馅不够 现在终于这个店里面 人都有些了 也量化了一下 快去买单 你真的要买单哦 吃了好多钱 330 把你的钱用完了大分子 用完了没有 没有 还剩一点点哦 嗯 今天晚上等于是你儿子买的蛋哦 真的是他买的哦 我用他的钱 我们一起托个钱 给他吃个饭料 虽然开了个早餐点 辛苦一点 但是整多正事都无所谓 以交证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